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书法和文学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设计到文学角度谈一谈它 那么就是说要知道什么叫对联 主要从句式上我们谈一谈 这个对联不单是字数相等 而且呢要句式上语法上相对或者相近 这个另外呢还要注意到它的评字协调 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些入生字的使用 这个因为它是这个 都是用的一种南方过去的一种这个流传下来的韵律 所以呢在掌握起来对北方人来说是有一定困难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学习一些入生字 没有办法像南方人来啊 江州一带的人呢 那么习惯的发音 所以我们只有死记应背 对很多入生字去怎么样的 就把它记熟背熟 就这样比较实力 另外对一些韵律上的使用上和北方韵 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所以在对联上当中呢 这个用律不十分重要 关键是它的这些个评字对入生字的使用上 需要很讲究的 那么这种对联呢 在诗词当中呢 也时有发现 比如说的五律七律 这两种这个格律诗 它中间的四句基本上都是联语 所以弄清什么是联语 我们那个可以举些例子说 但是呢 有些个书界的一些初学朋友们 对这方面的 或者文学水平呢 浅薄一点吧 所以这个就对联语不清楚 一个字数相等就可以了 在以前呢 甚至连字数相等 这个骑马常识都不知道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曾经见过 有的商店门口 这个贴着对联 上联写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下联写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上联是七个字 下联是九个字 让人提笑皆非 那样的对联 是经常出现的 但现在我们 能在书法作品当中所见到的 仍然有 比如说 把这个 不是联语的 以对联的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说 这个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那我们知道 这是杜福的望月 对 杜福的望月 这个最后的两句 这两句虽然语句高妙 但它不是联语形式 所以分在两张上写 这就不合适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写两个 这样的 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就随便写一写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联语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我们呢 也无异于 过多地从文学角度谈它 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因为它是 书法形式当中的 主要形式之一 那么你在文学上 不了解它 总会时常出现笑话 好的 养天 养天但始心无愧 处事说须 人尽知 人尽知 比如说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连语 养天呢 对处事 积无愧 对人尽知 它无论是从 句式上 还是从平字上 平字上 它是一种互相颠倒的 上面一般是平 下面需要用字 当然这有个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清等等 我们不谈这么细了 就是要明白 这六个平字问题 有一个 句式对账问题 对账当中呢 可以是相反的 也可以是相近的 这些东西 对这些方面呢 有些朋友们 因为这个 平时不注意 而在作品形式当中 输血以后 出现有些 一些的问题 提起注意来 你能不能给我们 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在 诗句当中的对联 诗句当中的对联呢 比如说 这个 很多了 比如杜甫的 诗句当中有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这是五言的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在对联当中呢 称为它为流水队 就是它有故事情节 在发展着 因为战争的烽火 连续了三个月了 所以 家书阻隔 而忽然能得到家书 却能值万两荒金的意思 所以它呢 在用流水的方式 也在对着 家书对烽火 连三月对 第一万金 所以词性上 非常巧妙 类似这些东西 很多很多 比如说 这个太白庙 李白的庙前面 有一幅对联 用他自己的句子 和这个杜甫的句子 合成 对于李白的 一种赞美之词 比如说 上连写 这个狂盗世人 皆欲杀 下连写 罪来天子不能忽 这个世人皆欲杀呢 这是杜甫的诗 罪来天子不能忽呢 这个天子忽来不上船 原句是 是这个李白的 所以呢 把这两句的意思 放在一起 那么你听了沙字 好像咱们在这里读平生 是医生的诗 实际上杀是入生字 他在我们北方 无可奈何情之下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读成这个 这个狂盗世人 劫欲杀 往这个四省读的 读成去一省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著名它是一个 入生字就是 那么比如说另外 这个 关帝庙前的一幅对联 也很妙 上连呢 用三个赤子 下连呢 用三个青字 组成的这样的连语 上连是 赤面饼赤心 骑赤兔马 下连是 青鸣垂青史 史青龙刀 所以在评则上 都非常讲究 比较赤兔马 青龙刀 这些个都是 巧思 所以我们在 从文学角度 弄清楚这个问题 那我们经常见到的 这个对联呢 经常是五言 或者七言 这是不是对联的 一种基本形式呢 对联的字数啊 少到 两言 三言 四言 五言 多则到九言 十言 还有更长的 我们 以后呢 再给大家 举一些形式的 举这种例子吧 谈谈这个 多次数的对联 那就是 龙门队的问题 那么这连在这个 落款上 也没有不同于 其他的 书法作品形式的要求呢 有的 在这个落款方面 它不同于 其他的 其他的书法形式 比如说这个 落款 有单款 有双款 对联有 他自己的特殊形式 有的时候呢 他不写上这个 不著名出处 很多对联都是这样 不著名出处 最一个方面 是因为对联的出处 不像一般的诗词那样 比较好查询 对联呢 过去 留了很多对联 我们现在已经 不知道最早的作者是谁 出处不详 所以有时候就不加 有时候为了 作品形式的需要 加上 或者不加 所以这个 常见的对联呢 不谈出处的最多 这个 在上款 下款 落款的这个位置上 也比较讲究 比如说 有这样一幅对联 处事无柔骨 处事无柔骨 这个下连的词就是呢 逢人有热肠 这是处事无柔骨 风人有热肠 这样一幅对联 在落款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我们 仍然对他的出处 不大了解 这是最早呢 我见到 画师奎的一幅对联上 有这样一幅词句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 这是谁的 这个最早的 这个文句 不知道 所以呢 就不加这个出处 那么上联 上款 比如说 这个 是 给你写的吧 就是 写上一下 流方同道 这个正之 在这个位置上写 不要太高 太高之后呢 就这个 跟下联 实际平和 下联呢 更不要太高 往下边一点 上联的 你的上款要高 我已经开 以前说过了 就是说 书家的名字 要落在 你的名字的下边 这样的话呢 在 在这个 这个 书法行事 表现出了一种 谦虚的意思 这些 就这些三个字 就可以了 这些三个字 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 最常见的一种 当然有些个 成位啊 现在看来 过于成就的 也可以不用 比如说过去 总是 流方 人凶 大人 雅主 用这个词 人凶 还可以使用 这个无所谓 你也要是在用 人凶 大人 这个词句 稍稍的就是 成就一点 所以现在呢 这个笔墨 当初时代嘛 我们现在可以 不这么称 但是可以用 流方人凶 这是没问题的 对男士对女士 都可以用 兄长这个词句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上款 没有上款 自己写人负 连语 这个落款呢 可以高一些 但是呢 也不宜过高 偶然呢 见前辈书家呢 把这个款呢 有落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从数量上说呢 不多 在这个位置上落款 但如果 有上款的话 这个就不能落这么高 一定要往下落一点 只有就是单款 所以单款就书家 自己的名字 可以呢 靠上来靠下来 不十分讲究 但是呢 也有这个 在落款之处呢 常常把自己的字 也写在上面 有名有字吗 比如说我的字是村文 有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 就加以村文两个字 村文填运章 这样写的呢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存在一些书法家 比如说 像这个 刘英啊 写上施安 刘英 这个 王文志的 有时候写上 孟楼 王文志 这样写的不少 但是下连的字数 跟上款 这个 在落款之处 是要相呼应的 上款的字数 如果多 下款字数 可以多写一点 如果没有上款 或者上款字数积少 下款的字数 一定都要多 免得是两 而的重量不同 有一方偏称 这是从这个 两边落款 是这样 我们呢 以后还要跟大家讲呢 是拔偿款 拔偿款 是密密麻麻的 从这个开始提 这个 这边还有 在四条上 在这个 对联的两端 提成四条的偿款 这个 也是有的 那是另外一种要求 我们先介绍 最普通的 通常的东西 我们下边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 在下方落款 在下方落款 这种下方落款呢 可能是 这个 写的时候呢 这个 因为 连语呢 比较短 靠上 这个款呢 可以落在这个下边 落在下边 当然这些两面 都是空白 不应该有 落在下边 比如说 就随便落一个年头 几毛 秋日 几毛秋日 这个下边呢 可以写上这个 这个 运章 鱼 金 这不盖两方运 嗯 就可以了 这个字数呢 也基本上相当一些的 这下边 这个字数如果太多 下边如果字数太少 或者是有一方 多少不均的话 也不美 就这么上下两 但是如果你字数太多 你是八言的 九言的 这就不要在下边 再落款 过一句挤 显得这个 上下过于拥挤 字数少的 四言的 五言的 可以在下方 去落款 啊 所以这个 落款的底下的 必须有个字数少的 这是 呃 常见的两种 落款形式 以前一种为最多 这种 也是 相对少一些 嗯 嗯 好的 那您下面可以给我们演示一幅对联呢 啊 好 嗯 给大家呢 呃 写一幅楷书对联 好的 写一幅星书对联 好 嗯 这可以说是近乎欧体的一个楷书是吧 对 这是近乎欧体风格的一种楷书 嗯 嗯 那么您写的是一乘四尺的对联 对 一般对联呢 嗯 什么尺寸都有 还有一乘三尺的 嗯 一乘三尺的一般呢 嗯 都是五言对联 嗯 或者四言对联 比较多 到这个七言对联的时候 就应该呢 嗯 嗯 这个 一四尺比较多 嗯 这是一尺乘四尺 另外用的这个纸 留法你注意了 嗯 上面有一些个 斑斑点点 金点 那就是金点 嗯 这种纸呢 叫撒金轩 嗯 嗯 现在一般出的这种 撒金轩呢 质量都并不高 嗯 嗯 上面这些个金呢 也不是春金 嗯 多数呢 都是这个 撒的一些个 那个 一般铜质的 或者有些个 有些个粉状的 金属粉末 这些东西 嗯 所以呢 嗯 写的时候呢 到写小楷书 最好不用这种纸 嗯 因为墨啊 到那个 金点那 它不粘 写大字呢 无所谓 如果写小字的话 遇到金点 就是一个很大的帐範 嗯 嗯 那您写的这幅对联 出自什么地方呢 嗯 这是刘雨昕的诗句 嗯 嗯 唐代的著名诗人 刘雨昕 诗句当中的两句 嗯 这个 诗句当中 我说过有很多是 连雨 这个歌诗的 嗯 那么上连是呢 嗯 通心便有 爱书痞 这是最后一个字 那个痞子 通心便有 爱书痞 说明刘雨昕 当年呢 也很喜欢书法 嗯 从小的时候呢 嗯 就 也是学习书法 练习书法 这样 通心便有 爱书痞 嗯 这个下连是呢 手指金鱼 把笔横 嗯 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啊 就喜欢写字 那么长大之后呢 现在手上呢 还有当初 纸笔留下来的痕迹 嗯 欧阳寻所传下来的 楷书呢 我们今天 我们见到的字迹 嗯 多数是 中楷和小楷 像对人这么大的字 我们没有见过 嗯 所以当我们写大字的时候 到对联语上这种大字 还在写欧体楷书的这种风格 应该注意 嗯 要加强力度 嗯 适当的采用一些个 嗯 藏风 啊 这个 解体方面呢 让它呢 更加严谨一些 这些楷书呢 不可太慢 又不可太快 应该使它呢 紧凑一点 这是一幅行书 啊 这是一幅行书对联 您写的接近 哪一种流派呢 嗯 现在写的这种行书呢 接近于 黄庭坚的这种 嗯 风格 接近于这种 但是 不完全似 嗯 大体上呢 是 比一般的行书 要放纵一些 嗯 嗯 笔画呢 也 嗯 比一般的行书 似乎显得 嗯 出风的地方 长一些 嗯 实际上呢 它的 基本上 这个结构的核心呢 还是中工紧凑的 这幅对联呢 是路由的诗句 嗯 嗯 这幅对联的联语是呢 明久过于 求兆弼 嗯 下联是 一书 浑似 借经周 意思是说呢 嗯 求得一瓶 好的酒 明酒啊 嗯 爱他胜过 像对 何时弊 何时弊 啊 明酒过于求兆弼 就是对一瓶 好酒那种 啊 这个 喜爱啊 一书浑似 借经周 嗯 啊 借到一本啊 非常好的书 就像刘魏借的经周一样 不打算还了 嗯 这样的意思 嗯 在哪里 我 镬 lover Cinemed ά 女 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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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主要对对联的一些基本形式呢 进行了一下了解 在下次节目当中 我们请田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对联的一些特殊的要求 还有特殊的格式 是 好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